台湾在SARS流行期间继续教训 采取了三个主要步骤 对2019年爆发的疫情做出了有效 立即的反应 根据《镜周刊》报道 台湾第一次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反应 是在2019年的12月31日开始边境检疫 当时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回报 武汉有27例神秘不明原因的肺炎 从武汉出发的直飞班机 必须接受机上健康检查 乘客也必须声明自己的健康状况 直到1月21日 台湾才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是一名55岁从武汉回到台湾的女商人 她在下飞机后便直接被送往医院 台湾采取的第二步是疾病管制署 在1月15日将武汉肺炎列为第五类法定传染病 据Focus Taiwan报道 因为这项规定 若是有疑似病例 必须在24小时内通报 并且也必须隔离出现症状的患者 一名高雄男子忽视规定 从武汉回来后没有通报自己有症状 就遭政府开罚30万台币 一支台湾专业团队前往武汉观察该流行病疫情 认为疑似会人传人 1月16日 台湾的疾病管制署 就宣布提升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制第二级警示 到2月6日指 台湾有16例确诊病例 据疾病管制署 新万高指出 这些病患都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